市長早 各位與會貴賓及媒體朋友們大家早 召開台中市政府第496次市政會議 恭請請示致辭 所有的市民朋友 本府的一級首長 各位區長 各位記者先生女士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召開本週的市政會議 在今天市政會議之前 我有幾項重要的事情 親自向市民朋友報告 第一個我們首先要歡迎 新任的警察局長蔡參博到任 歡迎她加入市政府團隊 蔡局長學經歷豐富 身具刑事以及交通專才 對警察勤務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啟勉也非常的具有信心 蔡局長帶領台中市警察同仁持續守護市民 維護治安跟交通 秀燕也將持續的跟我們的所有 Police大人們並肩作戰保護城市 接下來跟大家報告 這個禮拜是本市施打疫苗的高峰時間 從今天開始 連續三天我們有開快打站 我剛才到檀子的快打站去視察 秩序良好 除了各醫療院所為市民朋友施打疫苗以外 我們的快打站連續三天要幫三個系統施打 第一個就是第二波唐縫系統 有預約成功的可以預約注射的 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在快打站進行施打 第二部分就是國小的教職員工 以及幼兒園的教職員工 今天開始也連續三天安排施打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65歲這個年齡層的長輩 預計在禮拜四來進行施打 所以這個禮拜是我們施打疫苗的高峰 我們希望不斷的提高本市的覆蓋率 疫苗接種率 讓城市更安全 市民朋友的健康受到更好的一個保護 另外跟大家報告 因為接下來 因為現在國家規定 所有的疫苗注射都轉換成唐鳳政委所開發的系統 也就是1922 也因此所有的市民朋友如果要打疫苗的話 那就必須透過預約的方式 不管是各個行業 各個族群各個類別或是各個年齡層 全部要透過唐鳳系統來進行這個預約注射 但是還是會有少數的市民朋友 對於如何線上預約並不熟悉 所以台中市政府我們廣設了169個疫苗預約的櫃台 提供這些市民朋友來服務 當然如果你自己會弄自己弄是最好 那避免群聚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會的話 我們台中市包括區公所 以及相關的單位 一共有169個疫苗的預約櫃台 可以提供市民朋友的這方面的服務 另外也跟大家報告 交通順暢 交通提高交通服務品質 一直是我們很重要的施政重點 所以呢小黃公車就是一般的大公車以外 小黃公車利用線車當作小黃公車呢 那是我們台中市非常重要的一個施政 因為有些偏鄉地區 那它的一個載客數跟它的路線交通狀況 並不適合一般公車系統進入 所以台中市我們有一個小黃公車 利用計程車也把它當作公車 它會有固定路線的行駛 搭乘的方法跟搭公車一樣 我們一個小黃公車 那最近呢 我們要再新增加7條路線 我們去年新增了6條路線 主要是在雾峰等等的屯區 那這次今年要增加的7條路線呢 是在海線地區 換句話說海線地區過去是沒有小黃公車 我們先把它推進到海線地區 那如果加上這7條海線的話 那再加上我們再加強三線 三線本來就有 但是還要再擴大加強 包括新社和平 潭子神岡等等 這條公共路線 所以台中市的小黃公車 現在一年至少可以提供市民 21萬4620人次來搭乘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交通系統服務 我們也會不斷的再加強 另外跟大家報告 昨天呢 我們就有不少的這個國家的東奧好手 前往東京參加本屆的奧運會 這其中呢有不少是台中市的建兒 代表國家各個項目出賽 包括自由車馮俊凱 游泳項目 王興浩 清廷項目 張竹涵 舉重項目 謝雲廷 柔道項目 楊詠偉 柔道項目 林真豪 田徑項目 陳傑 勢帳柔道 李凱琳 知仗桌球 林姿宇 知仗建立林雅玄 那有十位的選手代表國家這個參與 他們都是我們台中市的子弟兵 所以在這邊我要代表台中市政府 也要代表台中市民 祝福我們這些好手們 真金奪冠 為國爭光 那另外也跟大家報告 這兩天我們大家從新聞上大家可以看到 歐洲地區 歐洲的西部地區 那因為暴雨而引起水患 那造成包括德國 比利時等國家 嚴重的人員傷亡以及災損 所以秀燕在這個地方 要代表台中市政府以及台中市民 那向德國 向比利時等國家受災的人民 表達誠摯的慰問以及關懷 並且向不幸罹難者以及他們的家屬 表示哀悼之意 台中市跟德國 比利時等西歐國家 我們在經濟文化方面往來非常的密切 那是本事重要的國際合作夥伴 那雙方的情誼非常的深厚 那尤其呢台灣是亞熱帶地區 我們自己也常常會發生一些天災地變 所以對於德國 比利時他們的受災呢 我們感同身受 具有同理心 所以再次代表台中市政府 以及台中市民 像德國以及比利時 那受災的民眾 那表示慰問 表示關心 那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在市政會議專案之前 那秀燕親自向我們市民朋友 做本週重要的市政報告 市政的一個報告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在市政會議單會在主義來進行 謝謝大家 專案報告 今日有兩項專案報告 分別由農業局及交通局報告 首先進行台中市政府農業局防疫作為 及紓困推動情形 請農業局蔡局長報告 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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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現場的副市長 還有媒體的朋友 還有本市的前提市民朋友 大家好 接下來由農業局來報告 有關於防疫作為及農業的紓困推動情形 好 下一項 那我今天的簡報 他剛剛分為兩大面向 首先是報告 有關於農業局所前館的場所的防疫作為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來報告 農業紓困的補貼措施 好 下一項 好 下一項 好 下一項 下一項 那防疫作為部分 首先報告無期移港的部分 因為無期移港是台灣的第一類移港 它是中央館的移港 它授錢台中市政府來管理 目前是由我們台中 委託台中市移會 來做經營管理 那對於相關的新冠肺炎的防疫情形 我們同一級 獨島台中市移會 加強無期移港的移獲直銷中心的防疫作為 包括 配方參與區及收視區的禁止內容 以及提供外帶 另外港區的定期消毒 由環保局協助 做兩次定期消毒 另外直銷中心內部 由儀會 不定期來辦理相關的消毒作業 燃油管制的部分 採施電池 單於這個管制 另外就是為了降低 直銷市場內的人流 目前根據他們 內部面積的一個標準 原來是規劃 1300人的燃油量 現在為了加強防疫 我們檢討 運動檢討結果 希望調降到1000人 特別在假日 希望能夠調降到1000人 目前規劃採取 大門口汽車入口 以後直銷中心的入口 雙重管制的一個方式 要確保市場內的民眾 可以保持社交距離 另外也請儀會安排 場內獨島輪園 加強獨島民眾 保持社交距離 並欠導民眾採購後 能夠進市離場 不要在市場內逗留 這樣的話 可以減少市場的民眾的過度 可以保持社交距離 這樣的一個做法 另外下一頁 五七一港是高美市場的部分 這部分 海之所配合海巡署 還有港務警察總隊 巡檢及千島 對於相關衛帶口罩的進行舉發 目前已經舉發7個人 高美市地木戰道部分 目前到7月31號 都維持封閉 目前正進行連續的維修計畫 所以高美市地木戰道 到7月31號為止 都還是進行封閉 派巡署員加強 旁邊的刑檢及千島工作 另外對於 辦理疫苗的接種部分 對於五七一港的 魚市場的人員 進行造冊 目前共有30位 將7月16號 就完成接種28人 接種率是93% 目前五七一港 以後職業中心 進行第一線工作人員的集體 在造冊 一共有468位 目前也提供1月15來審核 合定以後 來爭取6千接種 這至於 持續造作爭取第三階段的 疫苗施打 對於家序型屠宰場 目前本市一共有12個家序型屠宰場 包括毛豬屠宰場3次 還有9次 就是家序的屠宰場 這部分 我們同一起已經訂定 台中市屠宰場 業者 因應嚴重透視性肺炎的 防疫安全指引 另外也會整 相關細群屠宰場 及細群廢棄物處理場 所有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一共造冊1千022位 列治疫苗的接種專案 目前接種已經完成 在7月16號都已經完成 以本市三家醫院完成接種 那一共接種人士是882人 接種率是86% 下一頁 龍魚系產品 批發市場部分 在本市訂定 台中市各大批發市場 三級疫情警戒營運措施 下一頁 對於相關市場 嚴格要求 如果市場採取輪流的管制措施 動線單一出入口 能源為止是他們的社交距離 另外也提供相關市場的 相關的防疫物資 還有強化個人的防疫裝備 同時也加強市場環境的消毒頻率 下一頁 國QR市場目前也成立 緊急應變小組 原理緊急應變措施 並不定期的召開市境會議 運動檢討相關的防疫策略 那本局同時也派人 不定期派人至國QR市場去查 針對未確實退胎口罩 依照傳染票防治法 來啟發 目前共啟發55人 下一頁 目前本局已經辦理過七大批發市場的 一方線的快篩作業 在6月23、24 共啟快篩2124人 篩檢率是90% 那陰線的比例是100% 下一頁 還有 辦理農產品批發市場 出財場還有五七一港 北農運輸業者疫苗的接種專案 他目前針對相關的這些QR市場 還有移港的開賣市場 還有北農專隊 運輸到台北農產公司的運輸業者 還有他的搬運工 相關疫苗的接種專案 目前我們 包括市場工作人員 還有 還有乘客人 其他的員工 還有營屁商 還有市場內清潔 保全等人員 一共造車了3182人 來爭取中央的 疫苗的接種 好 下一頁 好 下一頁 目前批發市場的疫苗專案接種 現在7月16號的完成接種 包括出財場 旅港還有北農運輸業者站內 一共造車是3182人 他實際接種是2935人 接種率是 執行率是90% 好 目前也在持續在造作爭取 第三階段的疫苗接種 好 下一頁 針對微解風的相關管制測試 首先是我們的東保處的 獲禮元器 因為從7月13號開始 也提供開放民眾 可以日園認營養 限制日園人數是30人以下 另外 對於農務市局 及農產品行交活動 目前維持都是停止舉辦的 維持停止舉辦 好 下一頁 針對農業的股份補推措施方面 農民生活現金的補推 農民是不需要零費申請 有過農會 直接會反注賬 現在 所有的對象 包括有農民健康保險 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的被保險 還有實際從事農業更做的千年農民 還有參加中央農養政策的這些農民 都可以列入農民生活現金的補推對象 補推基準是每位農民補推一萬元 直接費日農民的帳戶 目前的辦理情形要合格的 可以申請農民現金補推的 一共有88,840億元 那一季交換的補推金額是 88,841萬元 這是對農民的部分 另外 下一頁 移民的股份補推部分 那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移民 是否補推每人也是一萬元 另外對沒有一定固執或資營作業 是一位甲列肺炎 他每人每月是發放一萬元 他一次是發放三個月三萬元 這對沒有一定固執或資景作業 一位甲列肺炎 這部分是每人每月一萬元 他一次發放三個月就三萬元 好 下一位 好 針對政策線農業專案貸款利息補推 及本間的展延部分 那申請對象 包括專案農貸的農民或農企業 那授理期間是 從授理期間至到 110年12月31日前期至申請 那貸款利息補推的抽出包括 舊貸案 主動免期到 今年的12月31日自動免期 如果是今年的新貸案 申請免期可以到 每年111年的6月30日為止是免期的 新貸案 就這樣有差別 那目前辦理清醒 一個輔導 我們台中市澳洲 7加7農會 信用部來辦理專案農貸 立即免期措施 舉相關申請本金翻還 展延措施 目前共有14件 極致申請 好 下一頁 那一月貸款 一月貸款 一月貸款 立即補貸 遺傳族還有 遺會的甲列會員 還有養殖一月的移民 還有移民團體體動企業 在今年的 110年6月3號 如果有貸款 以後之救案件 會補貸利息 從6月3號到 110年的12月31日為止 那如果110年6月3號 至110年12月31日 申請清貸的案件 補貸利息 到111年6月30號為止 因為台中區儀會沒有信用部 所以申請移民的貸款 取利息補貸 是直接在各副局所在地的農會辦理 好 下一頁 農產品批發市場的試困方案 特別針對花費批發市場 因為花費是這次疫情 造成影響最大的一個產業 那為針對花費批發市場的影響 這部分我們已經請 彈請農糧署 針對台中市的花費批發市場 來提供相關的資金 那目前農糧署已經同意 五六七三個月 所有花籠到台中批發市場 交易的這些花費 所有的管理會 花籠的部分的管理會 全額由中央來補助 所以農民不必交互管理會 在台中花費市場 交易的這些花籠 他們是五六七三個月是 免交管理會 是由中央全額來補貸 另外對於台中花費市場 中央也提供了相關防疫制裁 又是四萬元加強市場的相關防疫制裁 另外目前農糧署已經在簽罰 請接觸我們家下的其他地方市場 相關場地的使用會的減收方案 希望這減收方案能夠核定以後 來減少我們相關地方市場的 建議營利的壓力 並能夠回饋產內的這些成效 下一頁 下一頁 對修繩農場的營利促進的措施 他對香港市區的幾個 等級前營利中的修繩農場 這幾天是到七月十五號為止 他剛才的例子 是每家修繩農場 對他三個月的營利促進 他每家每年 那個普天的國富 依照他的面積的取締 計算分為未滿一公頃 還有一公頃以上到五公頃 公頃以上未滿十公頃 十公頃以上未滿二十公頃 還有最大是二十公頃以上 他的補貸金樓每個月每一家 從三萬元到二十五萬元 他目前的辦理情形 本市圈圓農場 申請資格一共有三十一家 目前期日申請有二十五家 補貸金樓目前申請的一個金樓是五百一十九萬元 針對修繩農場的營運資金的補貸部分 下一張 針對田媽媽餐廳營運資金的補貸 他的對象是 在農委會輔導在案 相關的田媽媽餐廳 可以來申請相關的營運補貸 補貸基準是每班每月補貸兩萬元 補貸三個月 也就是可以申請補貸六萬元 本市田媽媽餐廳共有十四家 目前期日申請符合規定的有十二家 補貸金樓目前合計一共七十二萬元 總理 下一個 餘樂餘業的線性不貸 有 有選領餘樂餘業者 將有一個做事 他連有餘樂餘業製造的這些業的人 會提供他的轉動位 如果在20分以上 或船的長度 18公司以上 每艘每艘五天 三萬塊 才不可以三個月 就有九萬元 那東北會買泡石噸 或船長會買十八公尺 每艘船 每艘2萬元 也是不可以三個月 也六萬元 這樣配金了 對 餘樂餘餘的獎金 可以跑下一個 對 針對農委會 跟臺東市政府 合反的 像合反的 規劃的補助 特別對化味 產業的震盡部分 因為化味是 限制 受審 對最大的一個產業 為何 施展這樣的一個 全面化能 充滿 還有 農委會 農委會 農養室 辦理114年 台東市校園 發育推廣活動 提供 提供本市生產的 溫馨藍 鵝鶴 還有 修憲 湯染心 玫瑰等發財 透過校園的發育 推廣活動 提升協同對發育產業的 了解 並提供發育教學影片 來鼓勵各機關的同仁 一同來參與 插發的活動 來推廣 愛發 試發 本計畫 參加的活動共有7300 那使用的 本市的發財 一共11萬9千 一支的切發 使用 11萬9千多次的切發 這部分的經費 90%是中央來負擔 台東市政府負擔10% 好 下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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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防疫作為部分 農民集會持續監控 並活動的檢討 維護市民的糧食穩定的供應 不斷練 確保市民的健康 對於困困措施方面 保障農民的權益 穩定民生經濟相關的提供 農民的相關的 輸困的一個 補貼的一個措施 好 第三個報告 請請指教 接著進行 台中市小黃公車上路規劃 請交通局業局長報告 市長 各位長官 各位夥伴 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各位線上的市民 關心市政的朋友 大家好 接下來就由交通局 針對台中市的小黃公車 上路的規劃 跟大家做個報告 下一頁 簡報裡面 大概分成四個部分 我會大概說明一下 過去小黃公車的一些現況 跟目前 今天 另外在新開闢的 七條路線的一些狀況 那後續 可能我們會有哪些作為 下一頁 下一頁 那台中市呢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 在人口上面 事實上跟面積都是全台灣第二名 那代表的是 台中市必須要有很好的 這些相關的交通路網 大眾運輸 甚至到各個比較細微的 相關的這個服務 才能夠去滿足我們 台中市各個區域 不同的民眾需求 所以事實上在台中市過去 我們當然很多重大計畫 這兩年事實上 從這根土裡面字比較小 不過大致上大家可以看到 幾個軌道建設的計畫 也陸續在推動 那甚至轉運中心 那其他的這些重大停車場 也都在推動 那除了這些 比較重大的這個建設計畫之外 事實上台中市還有 237條的公車路線 也都遍布在台中市的各個角落 但除了這樣子的運輸服務 可能我們針對很多區塊 有很多民眾 還是會有一點覺得不方便 因為那個地方可能公車進不去 可能沒辦法有這個 比較良好的這個公共運輸 所以我們就思考有沒有機會 能夠透過其他的運輸服務 來滿足這些區塊 下一頁 那所以也就回到小黃公車的推動原因 當然越邊垂的地帶 或是過去公共運輸 無法到達的地方 那當然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人口比較少 第二個可能因為道路受限 一般的公車 12米公車 基本上轉彎半徑等等 寬度都會受到限制 甚至還有一些停靠的問題 所以就會讓公車很多地方是進不去的 哪怕是有一些相關的需求 可能都無法滿足 所以在這個照顧基本民行的需求 跟受限的道路幾何的條件裡面 那公車沒辦法做的事情 我們也沒有機會來結合計程車 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我想這是小黃公車 會成立的主要原因 下一頁 那當然小黃公車除了 感覺是用比較小的車型 來作為公共運輸的一個提供服務之外 事實上我們給予台中市的小黃公車 更多的彈性 所以它提供的這個拼遠地區 不只是一個大眾運輸服務 事實上它是一個比較客製化的運輸服務 事實上在某些區塊 像公車我們都會有站牌 必須要在站牌等車 站牌下車 那因為這些小黃公車進到某些區域 它的道路線行 旁邊也可能不適合放站牌 那我們基本上在某些區域裡面 它只要看到這個車誰招就會隨提 那另外針對這些拼遠地區 或是某些公共運輸進不去的地方 可能會有這個搭乘需要 那小黃公車還是會有一些容量限制 比如說一台車裡面只能做三到四個 那突然之間如果有五六個要搭怎麼辦 好像要兩台車 那這個就是這時候就可以採預約搭乘 它可以先打個電話 那事實上這個相關的這些小黃公車的服務公司 它就會同時間配兩台車進去 那可以服務到我們適當的這些區域的民眾達成需求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過去在去年我們另外有 另外成立了六條路線 那當然這個路線裡面遍布六個行政區 總共有服務到五十個里 那當然過去在東市 新設 豐原 太平 霧峰跟烏日區 都是在去年我們陸續有開闢的這個新的路線 那事實上我們當然就給它一個新的秘密 給它一個新的塗裝 那新的標示 那也會讓它跟既有的公車系統 有點一樣又有點不一樣 那事實上廣義來說 它還是一個我們大眾運輸入網裡面的一個服務方式 那我們希望它有一些共同的識別 那針對這些不同的識別裡面 因為運輸系統的差異化 我們會再給它一些圖像 讓民眾好去辨識跟記憶下眼 那去年也在市長這個支持之下 在6月3號我們有新增六條路線正式上線 那所以從過去的小黃公車兩條 就變成了八條路線 在服務的能量上面 當然它可以提供更多的這個服務能量 所以這一塊我們也都有把這些相關的傳單 甚至透過鄰里系統 希望能告知我們所有的市民 在它可能居住的地方 有這樣子新的服務產生 那也希望民眾可以多多利用 那政府這一塊就會在一直盤點 新的區塊能夠提供新的服務 來下一頁 來再下一頁 那今天就陳出剛才市長宣布 今天7月20號 雖然疫情期間 但市政建設是不中斷的 服務提供一定是更升級 所以今天我們另外針對的7條 新的小黃公車路線 就從今天早上就開始上線服務 那服務到這個不同的這個另外的區域裡面 待會再跟大家做個報告下一頁 所以我想這些也都是 很如我們的計程車的產業 願意投入 因為畢竟這樣子的路線經營 可能相對來說不見得是有高獲利 那搭乘的民眾不見得是非常多 但因為基於政府對於每個區域 都必須要提供基本民行的滿足 那這一塊我們也廣邀所有計程車的 車行合作社等等 有興趣可以加入小黃公車的一些經營服務下頁 那因為這件事情太重要 所以連續講了三遍 小黃公車今天7月20號 另外新的7條路線正式上線下頁 所以從去年的8條路線 服務到了相關這些三層區屯區 那今年我們另外再加7條路線 除了把部分的這個三層區的服務 再把它補強之外 另外是我們把這個小黃公車 拉到了海線的地區 那事實上像是清水、殺戮、龍井、大甲 都有我們小黃公車的這個主機下頁 所以我們也給了這7條小黃公車的這個路線 因為字比較小 我大致上口頭上跟大家報告 就是它會落在這個不同的幾個區塊 那所以我們在海線的部分 我們會給它一些識別 比如說比較偏藍色啊 符合我們在海線的一些顏色特性 那給它一些剛才跟前面的這個8條路線一樣 某部分像公車一樣有編號 那有一些起氣的站點 那可能下面有一些聯絡方式 因為它可以預約等等 所以我們讓小黃公車跟公車 都有大眾運輸的一些特點的這個視覺方式 那再給它一些結合地方 山、海、豚不同的一些特性 給它顏色識別 讓民眾去好辨識也好搭乘下一頁 那針對小黃公車的上限 我們當然也會有新的宣傳單 那我們希望小黃公車 曾經跟大家報告 它是公共運輸的一環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資訊 甚至有些發車時刻 站點的一個位置 電話等等 路線的一些這個走向 都會在這個圖像裡面去表示 那也會透過這些相關的訊欄單 透過各區公所 臨理辦公室來報告給我們李寧 那事實上大家可以透過這些紙張也好 或是相關的總統局的網站也好 都可以查到相關的資訊下頁 那至於計程車怎麼去辨識小黃公車 所以我們也會給計程車不同的一些塗裝 上面會有相關的標示 車頭的地方 會有這個編號等等 那大家看到就可能是計程車 但它上面會有這相關的圖示 就會比較好辨識它是小黃公車 那陳如剛才跟大家報告 有些區塊 事實上它是可以隨遭隨停 在那個區塊裡面看到這個車 只要跟它招手一下 它就會停下來載客下一頁 那另外當然 除了這個隨遭隨停之外 它回到了正常的 有公車的路線的地方 事實上它也會跟公車一樣 會靠著站牌停放 那事實上 剛才跟大家報告 它就是公共運輸的一環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讓 它的公共運輸服務 定班定線的服務 能夠滿足之外 在特定的地區 再給它更彈性化的服務 下一頁 那小黃公車另外一個特點 在台中市 第一個 過去的8條加今天上線的7條 總共15條路線 第一個是全程都免費 只要在這個區域裡面 使用的民眾 基本上都是不用付錢的 第二個是 如果因為人數比較多 它可以用電話預約 那事實上派車系統 就會派一次兩台車一次到位 這樣子才能服務到民眾的需求 第三個 針對特定的區域裡面 事實上它不用這個站牌 它是隨遭隨停的提供服務 所以事實上剛才跟大家報告 我們針對平鄉地區的公共運輸服務 不只要給 而且我們要客製化的去做 這個服務提供 更符合這個在地民眾的需求 下一頁 那這一塊當然也感謝中央的補助 事實上我們在整年度的這個 15條路線 預估1800多萬裡面 我們也爭取到中央的 1200餘萬元的這個相關的補助 那也感謝市長 事實上在這個計畫裡面大力支持 那在市政府相關的預算裡面 也投入了部分經費 在支持這些小黃公車的這些相關補助 那我們更希望市民朋友 有這樣子的服務 能夠更勇越的搭乘 那事實上交通局這邊 我們會針對既有路線 再去做一些這個績效盤點 甚至針對 現在還沒有小黃公路線 可是公共運輸也進不去的地方 我們同步的在做盤點 下一頁 那當然 陳如今年在上線的7條路線 事實上我們就會遍佈到 台中市的14個區 總共有103個里 可能都會涉及到有小黃公車的部分 服務能量當然會大幅的提升 但我們希望 事實上市民朋友可以多多來使用 事實上我們就會從這個市民朋友使用的結果 再來反饋 甚至來改善怎麼樣的經濟 經濟小黃公車的服務 甚至在去擴增其他的這個路線 那我們當然希望一年跟一年來比 台中市大眾運輸 不只是我們有捷運 捷運上線 不只是我們有237條的公車 事實上我們也希望小黃公車 可以扮演城市的公共運輸 入網的最後一里的一個片部跟接駁下頁 那這次呢因應疫情的期間 我們也盤點了所有小黃公車的路線 那這15條小黃公車路線 基本上都會串接到 可能在那附近的地區醫院 醫療院所 衛生所 診所 以及可能市政府有實施的快打站 所以假設在這些地區裡面的民眾 長者因為有這個施打疫苗的需要 事實上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小黃公車的行駛路線 跟離家近的相關這些診所 醫療院所施打站的一些站點 大家也可以多利用小黃公車前往打疫苗 下一頁 那當然最基本的小黃公車 我想跟所有計程車公共運輸一樣 都在這個疫情期間必須一定要落實清銷 那事實上給民眾一個安心的一個搭乘環境 下一頁 再下一頁 所以小黃公車基本上從效益分析上面 我想過去 它就是到公共運輸不好進去的地方 那有可能人數比較少 事實上路線比較不好 那但是這塊我們透過小黃公車 事實上開始 我們當然希望有機會把公共運輸的路網 再往前提升 那對於運量的部分 可能也許不是我們最關心 但我們更希望民眾能多多使用 那我們希望從供給先給予 然後事實上民眾就開始會因為便利性 開始使用公共運輸 而部分這個減少私有運聚的使用 這對整體台中市的這個環境 空氣污染都會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下一頁 那當然對於很多的城鄉上面的發展 因為公共運輸的土極化 或是到了每一個角落 事實上就會讓市民 對於這個城鄉之間的距離 就越來越短越來越近 那小黃公車的路線規劃上面 都會考量在地的一些 比如說比較重要的郵局 學校 醫院 甚至有些公務中心 有些交通重要節點 那事實上這一塊 都會是在這個路線規劃裡面 必須要考量的 那也就方便在地的 特別是長者 甚至一些學生的搭乘的需要 那因為小黃公車事實上 更有別於一般的公車 他可能不用刷卡 他目前的15條路線都是才免費搭乘 上車也不需要再準備這個卡片刷卡 那事實上部分路段 還有這個水遭水停的彈性服務 所以他有比較高的這個集門市 就是到家附近的這個服務方式 所以也鼓勵市民朋友可以多多利用 下一頁 那除了既有的這個15條路線之外 還有台中局 事實上我們也針對這15條路線 過去的8條 現在新增的7條 會再滾動檢討整個營運的數據 跟搭乘的狀況 有沒有哪些路線要再做微調 那事實上我們也會去做這個 林里長地方的這個聲音的探尋 試看看大家民眾 對於這些路線的反應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會針對新的路線 還是有一些台中市非常的大 還是很多區塊 可能還是有些潛在需求 但還是公共運輸到目前 還沒辦法完全滿足 那這部分我們也持續在盤點 有沒有哪些是公車沒有 但人口有部分 也有部分的這個需求 那我們就開始會去 規劃怎麼樣子有機會 在後續能夠再提出 其他的小紅的路線 那這一塊呢 我們也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地方林里長區公所合作 那透過這個區裡實際上的需要 那反饋到交通局 那我們能夠這個盤點出 比較確實的路線 提供服務 那民眾運一搭乘 那這更是我們公共運輸的一個 推動目的 那下一頁 以上交通局 針對這個部分先做個報告 那待會兒有個40秒的影片 再請大家觀賞一下 在影片播放之前 我剛好有時間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影片當然是從去年 我們這個階段 去年新成立六條路線 那部分的這個影像 我們先把它解錄 那因為今年因為剛好是在疫情期間 所以這塊雖然今天在疫情期間上線了 我們後續會再針對它的使用狀況 我們會在這個事情況去 節錄適度的這個影像 或是畫面 然後再透過其他的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玩公車的一些 推動的一些狀況 太麻煩了 那幾次的視頻 這個影片 還有一些伺服的影片 左下角的影片 小鈴鐵 進行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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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以上报告 我们谢谢农业局蔡局长 还有交通局叶昭府局长两个章案报告 第一个报告是有关于农业局的防疫作为 因为农业局它所主政的范围非常广大 包括我们所有的农民还有我们的畜牧业 包括渔民还有相关的场域以及相关的产业 所以它的工作非常的繁重 也因此产业链或者它相关的这些民众 怎么样在防疫期间要继续维持营业 负责本事民众的生活之所需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强防疫工作 所以我们谢谢刚才我们蔡局长所做的报告 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预测 以台湾现在目前的疫情状况 下个礼拜一7月26号 那我们现在三级警戒 有可能进一步的这个中保 或者是降职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也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 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政策作为 不过最重要还是呼吁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譬如说以下游的市场来讲 那有很多的民众会去采买民生的用品 或是买菜等等之类的 那过去在三级警戒期间 那大家这个警戒心比较高一点点 那可以去采买的次数 烫次可能都会比较少 那也比较会注意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可是现在随着疫情的稳定 可能采买的次数 出门的次数都会多了 那甚至呢 彼此之间的距离的保持 戴口罩等等防疫作为 有时候会松散掉 所以我们要呼吁市民朋友 在这方面要继续要加强我们的防疫措施 那另外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叶朝府局长 陈如叶局长所说的 台中市建设不会因为防疫期间而中断 而没有建设 相反的我们利用这段时间盘点建设 加强服务 那危机就是转机 其实刚好是一个很重要 精进的时间 所以我很谢谢这个交通局 利用防疫期间的空档 那迅速的规划这海线 尤其海线我们没有小方公车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块给补足 谢谢建设局 那当然这方面 如果实施成效良好 我们不排除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 谢谢 保论提案 今日共有11项提案 案号教01提案机关教育局 案由简程修正台中市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身心障碍学生就读普通班 教学原则及辅导办法草案一份 敬请审议请教育局说明 市长各位长官大家好 本案主要是要配合 并且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推动融合教育的精神 全面提升学校办理特殊教育工作的品质 同时也参考教育部 109年4月22日的相关办法 也经过本府法规委员会 110年6月25日的审议通过 以上报告 敬请审议 请问大家没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本案通过以后 以请法治局办理发布 案号都01提案机关都法局 案由简程台中市社会住宅出租办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一份 进行审议 请都法局说明 都法局报告 台中市社会住宅出租办法 在105年7月6号订定发布 在106年9月21号修订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三年 那因应招租的实务 跟植询上的需要 部分条文做修正 那这个总条文总共有21条 那本次修正10条 没有达到二分之一 所以是为部分条文的修正案 那修正的几个重点 包括了我们对无自用住宅 签约保证金定义的订定跟修正 还有未成年年龄计划回馈户的资格的放宽 还有因应这个委员会的整并 本来是由台中市政府社会住宅 租金审议委员会跟台中市政府 住宅咨询审议委员会 我们把它整并为台中市政府 住宅审议会 那因应这样的整并 还有审查的方式做修正 还有相关对户籍资料 文件申请的简化 跟修订礼约的执行方式 还有相关对于针定乘租人 与社会住宅内部违法行为 终止租任及收回的规定 还有民间新办社会住宅经营管理的 备查方式等等 及相关的简化方式做一些修正 那相关的条文跟总说明对照表 请长官参与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对于这个法案修正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通过以后 以请法治局办理发布 案号电都02提案机关都发局 案由简程修正台中市 鼓励移居建筑设施设置 及回馈办法草案一份 尽情审议 请都发局说明 好 都发局报告 本办法依照都市计划法台中市自治条例 第50条授权来订定 本办法在108年的3月26号发布 并且在108年的7月10号送行政院被炒 那这个办法修订订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两年了 因应我们涉及条件还有执行规定不明 及相关在执行上的一些困难的地方 我们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在110年6月25号本府法规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做部分的修订 那因为相关的条文的修正已经达总条数的二分之一 所以为全案修订 那修正前的条文数字总共有19条 修正后的条数为22条 那相关条文的修正重点如下 第一个部分是总共我们的宇居建筑有5个设施 包括了垂直绿化设施 双层遮阳墙体 直升墙体 护城市露台 及造型遮阳板的规定跟修订 第二是有关于执行方式 调整为经台中市政府都审会 及预审会相关审议通过的条件 第三参照了行政院之备查的意见 修正移居建筑设施设置于公寓大厦 及非公寓大厦的移交规定 第四个 这个条文内原本的实陈奖励规定 已经超过了原定期限 已无适用之条件 所以删除原条文的18条 最后考量后续的管理维护 修正管理维护表的内容 相关修正条文草案 总说明及对照表 请长官参与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通过移情法制局办理发布 案号都03 提案机关都法局 案由内政部110年度 全额补助本局住宅发展工程处办理 社会住宅包租贷管第三期计划 经费新台币6亿1067万8千元整 其中带电租金为新台币583万2千元整 属贷收贷款项不纳入预算外 于6亿484万6千元整纳入预算办理 并分年编列 其中属110年度7413万6千元整 前于110年经议会第三届 第五次定期计会第七次议决 案号第九号 为岁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之说明栏 物质为一般行政助理 应更正为约用人员 因本案未涉及垫付金额异动 您请同意修正文字 进行审议 请读发局说明 读发局报告 这个案子是住宅工程发展处 在110年度 岁出计划说明提要及明细表当中的 包租贷款计划第三期的约用人员 物质为一般行政助理 那你请文字贪污修正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对于这发与 至于这个案子没有意见的话 那本案在市政会通过 那送请台中市议会来审议 案号电交01 提案机关交通局 案由交通部110年 核定补助本局办理 中张投联合交通协控计划 其中中央补助款1580万元 比例85% 本府配合款278万8236元 比例15% 以编列110年度预算 合计1858万8236元 前述中央补助款1580万元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 进行审议 请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报告 此案主要是针对台中彰化南投 因为我们在推动一个联合的交通协控的平台 那这一块会是由台中市来主要来做相关的规划 那我们希望能够掌握台中彰化南投相关跨境之间的车流 那以及后续的这些管理策略 然后再由各个县市政府来执行相关这些管理作为 那这部分有申请中央的补助款 那本府的配合款已经纳在今年度预算里面 那因为中央的补助款的部分还未及纳入110年的预算 那因为执行的需要您请先行电付 那后续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完整之后 再办理账务转正 那提行审议 请问对于交通局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交02提案机关交通局 案由交通部110年核定补助本局办理 主要干道智慧化动态续境号制计划 其中中央补助款300万元 比例85% 本府配合款529411元 比例15% 以编列110年度预算 合计3529411元 前述中央补助款300万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 进行审议 请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报告 这个案子主要针对 交通局立面都会针对主要干道的一些 智慧化的号制 就红绿灯 来做相关的这个续境的一些 研议跟推动 那过去在中青路 午前西路在过去的两年 事上陆续在完成 那今年度我们跟交通部申请 就是我们要在台湾大道 这个部分交流道部分以下 来做这个智慧化的干道续境 那彻底能够有效的解决 台中市几个交流道口 跟主要干道之间的一些通行 顺畅问题 那这个部分 因为地方的支手款已经 列在110年的预算 那中央补助款的300万的部分 因为未及纳入110年预算 那因应业务需要 拟请同意先行电付 待后续的法定程序完成后 再办理账务转正 那提及审议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3号电交03 提案机关交通局 按由交通部110年核定补助本局办理 台中市交通行动服务 MAAS计划 其中中央补助款750万元 比例85% 本府配合款133万元 比例15% 已编列110年度预算 合计883万元 前述中央补助款750万元 你请同意办先行电付 进行审议 请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第三次报告 主要针对交通行动服务 就是MAAS计划 交通部有选定了台中 台湾四个城市 不同四个类型 去推动这个MAAS计划 台中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属于这个计划的第一年 那主要中央补助款有750万元 那比方配合款的部分 已经纳到110年预算 那针对中央补助款的部分 未及纳入今年度预算 因应执行需要 请同意先行电付 然后待后续的法定程序完成后 再办理账户转正 那提醒审议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安号电交零次 提案机关交通局 按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补助 本府办理110年度公路公共运输 多元推升计划 台中市和平区偏乡交通运输服务 其中中央补助款500万6057元 比例83% 本府配合款105万6011元 比例17% 合计606万2068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500万6057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 尽请审议 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报告 这个案子主要是针对和平区 特别在离山大离山地区的一些接驳服务 能够充分的解决过去的这个山上的一些白牌车的问题 没有合法的一些运输车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跟交通部申请了一些补助费用 也跟交通部监理所这边 大家一起来共同解决相关山上的一些这个接驳问题 甚至有一些怎么把白牌车能够适度的在安全的无疑情况之下去做适度的合法化 变成是个人化的公共运输工具 所以这个部分交通部有补助了500余万元 那本府配合款105万元已经纳在这个117年的预算里面 那针对这交通部补助的部分因为未及纳入110年的预算 那您请同意先行垫付 在后续的板地程序完成后再办理账户转正 进行审议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农01 提案机关农业局 案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110年度补助本局办理 养猪产业跃升加值计划 辅导肉品市场设备改善与稳定产销工艺 其中中央补助款911万1000元 比例50% 本府配合款819万9900元 比例45% 及其他配合款911100元 比例5% 本府配合款已编列110年度台中市农业发展基金 附属单位预算 合计1822万2000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911万1000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 尽请审议 请农业局说明 农业局报告 为了引用台中 给去肉品市场的转型规划 台中肉品市场部分的业务 转移至本市大安肉品市场 为了建制让大安肉品市场有完善的现代化的能源系统 强化牦株主体的处理艺能及交易及印销设备 结束构置能源运速车量及相关的发电设备 以稳定肉品的供应及品质 为了这个转型规划 特别争取農委会的一个补助计划 补助建会911万1000元 本屋配偶款819万9000元 另外还有其他配偶款911万1100元 合计1922万2000元 本屋配偶款部分 列在110年度 台中市荣耀发展基金物质单位一算 中央补助款911万1000元 您请同意办理签行电路签简审议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来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谢谢 案号电环01提案机关环保局 按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110年度补助本局办理 110年改善公测 即提升优质公测推动计划 环境保护局办公厅设 4楼厕所改善 其中中央补助款70万元 比例80% 本府配合款175,000元 比例20% 已编列110年度预算 合计875,000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70万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 进行审议 请环保局说明 环保局补充告告 那这个部分是过去 我们在针对这些老旧厕所 大概都只能按到它旧的比例 那我们希望能够调整成 男女侧间比1比4 坐蹲比符合2比3 最新市长的指示原则 所以我们采用我们自己四楼的 北侧的男侧女侧各一间 来做示范的推动 那这个厕所也30年了 那趁这个机会 也看是不是能对老旧厕所 能够改善它的男女侧间比 还有就是坐蹲比 能做一个改善 那相关的标语款 我们会有相关的配合款 我们由其他的标语款来配合推动 那以上环保署补充说明 好谢谢环保局长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 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文01提案机关文化局 案由客家委员会110年度 补助本局办理 台中市市定古基社口林宅 第二期修复记载 利用委托规划设计案 其中中央补助款210万元 比例84% 本府配合款40万元 比例16% 已由本局预算额度内调整支印 合计250万元整 本案采一次发包分年编列预算办理 补助计划分年为110年度125万元 补助款105万元 及配合款20万元 及111年度125万元 补助款105万元 及配合款20万元 前述110年度 中央补助款105万元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遍付 进行审议 请文化局说明 文化局报告 有关于台中市定古基社口林宅第二期修复的规划设计案 主要是因为社口林宅 它从91年修复之后并未在做相关的修复工程 那目前已经发生屋顶漏水结构损坏 以及地平破损等相关的问题 因此争取中央客家委员会补助本局办理 那本案采一次发包分年分裂的方式来处理 那有关110年的中央补助款是105万 而未及纳入预算 尽请同意办理先行遍付 以上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临时动议 请问我们所有的局处会首长 以及在线上的区长们 今天有没有临时动议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要特别谢谢 今天我们的案子非常多 今天市政会议有专案报告 有法案 有预算 案子很多 那不过大家都很有效率 因为这些不管是专案法案或者是预算 那在各局处都有不断的开会 不断的检讨 那进行各种的一个修正等等 那才会产现这个成果 在我们最高的这个市政会议当中 那所以谢谢各个局处会 大家的辛苦 不过有的法案 那它是这个修正幅度比较小 和按照我们的规定 那就可以直接公布 那有些呢 必须送市议会来进行审议 所以谢谢大家辛苦了 那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前呢 我们的令服务事长提醒我说 那现在因为这个礼拜 那除了我们的防疫作为要进行以外呢 那另外有台风要来 那目前烟花台风 那还有其他的台风等等 那当然最后的动向 并还没有完全确定 那中央气象局都会再发布 不过呢 因为若对应到每个城市 那可能面临的一个 要防灾作为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段时间呢 台中市政府 也会加强的这个注意 以及做良好的因应 不过另外一方面 也要请市民朋友 那当我们知道说 这个台风的动态 如果对本市会有一些影响的话 那我们会透过不定时的新闻发布 或是各种管道 请市民朋友注意 以及配合 那总而言之 因为看起来这个台风 那这个有点来势汹汹 不小 而且呢 是对着台湾这个方向来的 那当然会不会登陆 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 但是总而言之 对于各种天灾地变 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也因此呢 我们要呼吁市民朋友 随时要关注 那气象 以及本市府 所做的相关的资讯的发布 谢谢大家的帮忙跟配合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今天的市政会议 到这段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散会 谢谢大家